韩宗植为人雷厉风行 是一名韩国警察 习惯于用暴力解决问题的他 多次草草结案 致使无辜的人被牵连入狱 数月前 一个因他而被冤枉入狱的罪犯出狱后 闯入他家 捅死了他的妻子 女儿敏至目击母亲惨死的血腥场面后 患上了严重的心急 为了维持女儿的生命 宗植开始与贩卖人体器官的组织头目 黄万培熟络起来 某商船主的儿子李正浩 因赌博欠了商人赵东哲很多钱 便以一份传博契约为交换 买通黄万培 雇佣越南杀手 杀害了赵东哲 警方调查此案 宗植伙同黄万培 将罪名全部指向魔术师罗承万 与他同警局的金警官 却发现事情有些蹊跷 承万含冤入狱 在狱中 他遇到了同样与宗植有仇的耗子 耗子对宗植恨之入骨 怂恿承万出狱后 一起刺杀他 想到妻子和女儿 承万拒绝了 他自认这是他的不幸 但他仍旧抱有希望 盼望着出狱后 能给家人更好的生活 两年后 赵东哲死亡现场的监控视频 被金警官找到 承万可以出狱回家了 但他没想到的是 此时的自己已是孤家寡人 他入狱后 女儿一直被同学欺凌 为了拿回他的魔术帽 从树上摔下身亡了 妻子难以承受丧女之痛 选择了自杀 被救时已经挠死亡 痛不欲生的陈万 决定找宗植复仇 他举起手枪对准宗植时 他却始终不敢扣动扳机 金警官继续追查 越南街的地下赌场 发现宗植和黄万培 曾有过电话联系 宗植私下找到黄万培 要求他处理掉越南杀手 但黄万培又敏智威胁宗植 告诉宗植 这件事必须由他来做 医院里 敏智的病情急剧恶化 如果一周内找不到心脏捐献者 他的心跳就会停止 另一边 陈万的妻子也奄奄一息 器官捐献协调员 发现陈万妻子的心脏 和敏智非常匹配 于是劝说陈万将妻子的心脏 捐给敏智 陈万并不知道 敏智是宗植的女儿 便签署了捐献同意书 但刚签完 他就遇到了来医院 看望敏智的金警官 得知敏智身份后 陈万大吃一惊 陈万冲出病房 却被宗植绑架 原来宗植担心 陈万不同意捐献 便勾结黄万培 要杀害陈万 还伪造了陈万的遗嘱 将陈万送到黄万培 摘除器官的手术室后 宗植便赶去处理越南杀手 金警官追来 劝宗植悬崖勒马 却被宗植误伤 此时协调员打来电话 告诉宗植 陈万早已同意弃官捐献 得知此事 宗植惊愕不已 赶回黄万培处救出了陈万 但也因此得罪了黄万培 陈万与宗植撕打在一起 却毫无还手之力 宗植大骂他是窝囊费 还告诉他 只有通过暴力 才能活在这世上 才能守护女儿 才是真正的爸爸 回医院的路上 黄万培驾驶大货车 将宗植的车撞翻 遍体营商的宗植 赶回医院 看望刚接受完移植手术的女儿 却发现敏智被陈万劫持到了天台 警方将医院封锁 心急如焚的宗植 爬到对面的楼房上 举起手枪对准了陈万 但陈万并没有伤害敏智 而是对着天空 变了一个最美的魔术 漫天的花瓣落在天台上 敏智也睁开了眼睛 陈万要告诉宗植 那些无法扣动班机去杀人的人 并不是窝囊费 而是因为他们心底拥有善良 因为善良 才是陈万活在这世上的方式 望着醒来的女儿 宗植流着泪 对陈万说了一声谢谢 话音刚落 耗子从背后将尖刀刺进了宗植的胸膛 满身嗜血的宗植 疲惫地闭上了眼睛 她已经不能再为女儿做任何事了 今后 女儿只能在没有爸爸的日子里独自远行 宗植的父爱是温暖而冰冷的 面对与女儿无关的一切 她是那么决绝而残忍 而陈万的父爱是温暖却无力的 她没能保护女儿 却用自己的善良救了仇人的女儿 他们都是在这世间苦苦挣扎的 平凡的父亲